接下來我們要上的東西叫天然資源 那自然給我們的物質或能源就稱之為天然資源 如果它是有礦物的形式存在 你就稱為礦物資源 什麼叫做能源 能源就是能夠提供熱能 叫做能源 用這個定義 提供熱能 那麼太陽能也是能源 太陽會給我們熱能 但是基本上 地科不太管太陽 因為太陽不在地球上在天上 太陽不在地球上產生的 地球上產生的 天然給我們的物質或能源 能夠讓我們能夠利用的就稱為天然資源 如果以礦產的形式存在 就稱之為所謂的礦物資源 那我們要教的東西是 這個礦物必須要能夠有開採價值 有開採價值 怎樣的礦物會有開採價值 牽涉的因素會很多 好我們講 我們說 比如說 幼礦以前是沒有用的 沒有核能之前 幼礦是沒有用的 沒有開採價值 有核能之後 幼礦就是 有開採價值 因為我們會用 有開採價值 跟一些經濟財源有關係 以前一公斤一萬塊錢 感覺沒有什麼價值 現在一公斤一百萬 很有價值 也可能跟你的技術有關係 以前開採一公斤要花十萬塊錢 只能賣十一萬 那你覺得划不來 現在的技術精良了 一定一公斤只要一千塊 還是賣他十一萬 我們可以照顧 所以這樣的話 我覺得很難 所以這有很多因素 但是立刻只管一個因素 這個東西有沒有太大的資產就是 有沒有負幾 有沒有夠多 量夠多 南亞國中收藏有黃金 盡量有真的去開採 花了兩百萬 只要五千塊黃金 完全不值得 因為他量太少了吧 真的太少 量太少 不值得開採 要等多 等多有集中 等集中 所以好多的金 好多的銀 但是有集中 這樣才具有 畢哥講的 它還是要怎樣 負幾 要集中 量要夠多 量要夠多 它一旦負幾了 集中在一起了 就會形成所謂的 礦場或者是礦場 然後我們採採 叫做所謂的礦場 礦場 所以 立刻說 要有開採價值 就是它要能夠負幾 要有好多 問題是 它會怎麼好多 為什麼這裡會有好多的金銀 銅鐵蛙蛙蛙蛙之類的 一定是有某一種 作用 一定是有某一種作用 使得它會變得 好多 那有什麼作用 舉例 金花石產黃金 金花石產黃金 哪來的 岩漿 那個熱熱的岩漿 然後呢 溶解了一些物質 然後還塞在東西的縱縱裡面 要沉澱一下 然後就產生一點金化 銀化跟黃化 所以金花石的 礦產的來源跟誰有關 岩漿有關 跟我成員國都有關 我們把它叫做熱液礦場 熱熱的液體所幫我造成這個礦場 熱液礦場 比如說 變質礦場 你們 交過了那個什麼 東部發動盛產大業 因為我們未來會告訴你們 那邊有板塊擠壓 板塊擠壓 大規模的擠壓 有大規模的變質作用 所以也叫做區域性變質鹽 所以也叫做變質礦礦 透過變質 那像什麼這邊寫的 蛇文鹽跟臺灣鈺 都是變質鹽 都是這種變質作用所形成的礦礦 叫做變質礦礦 或者是像 煤石油天然氣 都是古代的生物的遺骸堆積起來的 是一種沉積作用 這把它叫做沉積礦礦 沉積礦礦 透過沉積作用所形成的礦礦 就是沉積礦礦 那因為煤石油天然氣 都是古代生物所造成的 把它當作是一種化石的變質 所以把它叫做化石燃料 又是所謂的沉積礦礦 我們講了熱衣礦礦 我們講了變質礦礦 我們講了沉積礦礦 還有別種 再過 以後再說 好熱 反正就是 一定已經有一種的作用 讓它很多 我們在這邊礦礦 我們叫了熱衣礦礦 我們叫了變質礦礦礦 但是現在理化把它 理化這段 把它移到生活科技去了 所以理化不教了 那定哥再講一下下 用完就沒有的叫做非再生之源 用完就沒有的叫非再生之源 所有的礦都是非再生之源 金礦、銀礦、銀礦、鐵礦、石油礦、挖鉤礦 都叫做非再生之源 用完就沒有 那怕老師 你應該自己說 經過某種硬直作用 就會複集形成礦礦 所以以前有作用 這裡好多的鐵礦 以後也可以有作用 要好多的鐵礦 這樣講不算錯 但是這個過程 可能要花個幾十萬年幾百萬 你就有辦法說 今天我們鐵礦開採完了 好大家提供 鐵礦已經開採完了 我們鐵礦二十萬年之後 就有心水放出來 所以對你而言 用完就沒有 叫做非再生之源 那如果有辦法再長的叫做 再生之源 以前的舊課本只有交植物 以前舊課本只有交植物 好 今年種稻子長出來收割 明年會有新的稻子長出來 這個叫做植物 使這種非再生 這種再生之源的課題 就是它可以隨季節生長 可以定期收穫 以前啊 舊課本只有交植物的時候 我就問學生 那請問你 小豬可不可以隨季節生長 可以嗎 那小豬可不可以定期收穫 那小豬可不可以 那小豬可不可以 所以當然也不算 所以當時課本只有交植物 有些動物 也算 不過實際上沒有這樣交 因為實際上沒有這樣交 生物 所以這個通氣水流浪跟生物 有辦法再長出來叫做所謂的 再生之源 比如說有一個再生之源很特別 又把它叫做可再用之源 水 為什麼 因為水跟別人有點不一樣 我今年中稻子收割 明年再中稻子再收割 明年稻子跟中稻子 不一樣的稻子 不一樣的東西 可是水不是 水扣掉少數例外不管 水扣掉少數例外不管 全世界的水都這麼多 既不增加也不減少 在那邊透過你們地理及生物交的水循環 在那邊反覆著重複著使用 你知道跟別人不太一樣 這個叫做所謂的可再用之源 可再用之源 OK 就是他意思 請問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請寫課堂練習